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小伙遭遇失恋失忆双重打击 竟要去监狱里自行 一男子未借毒瘾打算一丝了之 不料做出另一件荒唐事 他们本想逃避现实寻求解脱 可付出的代价却刻骨的心 朱家英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要求报警解放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法官结案 一个深夜 时间已接近零点 在江南某路口一家24小时便利店内 营业员郭霞正有点要犯困 这时候一个年轻的男子走进了便利店 见来了客人 郭霞立马打起精神准备服务 男子却并不急于挑选商品 而是从一排排货架前随意地浏览 摸一摸这个 看一看那个 过了好一会儿 终于选了一瓶矿泉水来到了收银台 并问郭霞店里有没有三个头的手机充电线 有货的 在仓库那边的架子上 顺着郭霞指的方向 年轻人便往仓库那边走去 这时候又有一名中年男子 进入了便利店买烟 给中年男子结好账 勿送他离开 郭霞酌安过身 只见年轻人已拿到了充电线 来到了眼前 突然 男子迅速从上一口袋里 突出了一把水果刀 刀尖指向了郭霞 把收银响打开 把钱拿出来 郭霞一下子闷住了 瞬间 电视里曾看过的画面一闪熬过 天啊 抢劫 郭霞脑子一片空白 哆嗦着打开了收银箱 把里面的纸笔全部抓了出来 见年轻人冷冷地没有回应 郭霞又打开了第二层收银箱 里面零散地躺着一些硬币 这时 年轻人突然说道 硬币不要 去把仓库里的手机拿出来 我刚才拿数据线时看到了 郭霞只好去了仓库 把正在充电的三台手机 拿了出来 男子从郭霞手里拿走钱和手机后准备逃离 就在快走到门口时 他突然停住脚步 并转身嘱咐郭霞赶紧报警 男子的这个举动让郭霞很诧异 既然是持刀抢劫 为何又主动提出报警 没错 没错 待会儿你就报警吧 年轻人又重复了一遍 手机都给你了 我没办法报警 听到郭霞这么说 年轻人看了看手中的手机 竟然将三部手机又都还给了郭霞 见这个抢劫犯很奇怪 郭霞赶了撞单 问了句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没想到年轻人一脸失落 说道 我被未婚妻骗了 工作也丢了 郭霞看着这个年轻人 年龄与自己的女儿差不多 或许是一时糊涂犯傻事 他决定继续交流事实 你看我吧 也是出来打工的 大家生活都不容易 你还这么年轻 不要走错了路 留下暗地 对自己不好 听了郭霞这番话 年轻人显然犹豫了 这时他突然把钱塞还给了郭霞 一转身趴在了墙上 瞬间一切静默下来 漫长的一两分钟之后 年轻人突然转向郭霞 后道 把钱拿来 郭霞赶忙又把手里的钱 塞还给了他 年轻人拿上钱 又拿上其中的一部手机 扔下一句话 你还是打110报警吧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便利店 确定年轻人已走远后 郭霞赶忙报了警 警察很快就到了现场 根据郭霞的报案情况 结合便利店的监控等 警察一路侦查 追踪 终于在当天凌晨三点多 在当地一家网吧 锁定了这名年轻人 年轻人没有试图逃离 也没有任何挣扎 警察顺利将其抓捕归案 抢劫男子虽然很快落网 但这起蹊跷的抢劫案中 很多疑点还有待查明 男子到底为什么要抢劫 他在抢劫后 为什么不急于逃离 反而主动提出报警 警方经过讯问 揭开了事件背后的真相 原来年轻人叫傅松 24岁 初中文化 家里经济条件很差 在老家时谈了个女朋友 虽然感情不错 还订了婚 但谈婚论嫁时 女方明确提出 必须要在县城买一套婚房 这对傅松家庭来说 是个沉重的负担 见买房无望 未婚妻明确提出分手 并很快外出打工 傅松放不下这段感情 追了过来 也在当地找了份工作 多次请家 甚至矿工 找未婚妻苦苦挽留 试图挽回这段感情 无奈 未婚妻态度很是坚决 最终不仅未婚妻没有追回 自己也因无法安心工作 被单位开除了 失恋加失业 多重打击之下 傅松深陷痛苦 不能自拔 陷入了自我否定 又无力改变的状态 这让她很绝望 这天深夜 傅松睡不着觉 独自在街头徘徊 夜晚的寂静 让内心的苦闷 变得更为突出 突然一个念头跳了出来 要不去监狱反省反省吧 也许在那种环境下 就能从现在的困境中 解脱出来 重新开始 对 她越想越觉得这是条路 但怎样才能进监狱呢 这时候 她正好路过一家便利店 对 抢钱 她不仅摸摸摸口袋里 前几点高买了一把 小心水果刀 一会儿抢钱 或许能派上用场 就这样 急以摆脱心理痛苦的傅松 行动了 但她内心依然很紧张 为了调整状态 进店以后 她故意 半步精心地选择商品 也悄悄地看清楚了 只有郭霞一个人在职业班 于是 等到店里 没了其他顾客 她拿出水果刀壮胆 实施了抢劫计划 傅松离开便利店后 顺手把水果刀 扔在了路边的隔离带里 叫了一辆出租车 上了网巴 等待警察来抓捕 这次抢劫 她供给的现金225元 以及价值人民币 250元的手机一部 抢劫后 应打币 买烟 给网巴充值 等花去部分现金 被警察抓住时 傅松身上 只剩下85元现金 和抢到的那部手机 民警询问傅松 为何会将抢到的钱 还给郭霞 后来又抢回去 傅松沉默了好久 说道 那位营业员的话 感动了我 让我短暂地 感受到了生活的一丝希望 我也在犹豫 为了坐牢 故意抢劫这个事情 值不值得 所以把钱还了回去 但后来 我又想到了未婚妻的事情 工作也没有了 跟家里人的关系也不好 生活没有希望 于是我又坚定了 要通过抢劫 坐牢的决心 案情水落石出 傅松远在老家的父母 不敢相信这事 痛心之余 设法为他请了辩护律师 案件经过检察院起诉 移送到了法院审理 因疫情原因 主审盖安的吴法官 对本案安排了互联网开庭 傅松在看守所通过视频 参加网络庭审 评审中傅松对手持水果刀 抢劫便利店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但是紧接着他又提出 自己实施抢劫是情有可原 应当免除刑事责任 那么傅松所述的情有可原 又是指什么呢 傅松陈述 未婚妻的绝情 和单位的开除 让他觉得生活彻底失去了希望 的确产生了 悲观厌世自暴自弃的念头 但更多的 还是想找到途径 摆脱这种痛苦 才会想到故意抢劫 让自己可以躲到监狱里 回避痛苦 所以 见便利店前 他就清楚地知道 自己接下来做的事 是抢劫 是违法犯罪 是要坐牢的 法庭上 便利店的盈月阳郭霞也出庭证实 傅松实施抢劫的过程中 除了看起来有些沮丧 其他精神状态跟正常人没啥两样 综上无法官认定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 傅松实施犯罪时 精神状态不正常 其应当对抢劫的犯罪行为 承担刑事责任 那么傅松在抢劫过程中 持刀威胁郭霞 这持刀抢劫的行为 法律上该如何评价呢 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法律知识点 持刀抢劫行为是否影响量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63条规定 以暴力胁迫 或者其他方法 抢劫公司财务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此 无法官认为 持刀抢劫的行为 在持刀这个动作上 刑法没有额外做出评价 按照罪行法定原则 如果单纯的持刀抢劫 属于一般的抢劫罪 持刀这个行为 本身不会加重量刑 但是如果在持刀抢劫的过程中 致人重伤死亡的 将构成抢劫罪的加重情形 予以重判 本案中 傅松抢劫过程中 虽然持刀威胁 但整个抢劫过程 未出现 致人重伤死亡的法定情形 所以本案应根据 一般抢劫罪的法律 规定予以定罪量刑 鉴于傅松到案后 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重新处罚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从宽处理 最终法院判处傅松 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随着法判落下 视频另一端 在看守所参加网络庭审的傅松 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他表示 出役后一定会努力工作 孝顺父母 女友绝情熬去 傅松违情所困 无法解脱的他 竟然选择了一条 故意犯罪 把自己送入监狱的不归录 真是太荒唐 而下面的案例中 这个年轻人 也是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想解脱 甚至想自己一死了之 为什么最后 却被判了十年的刑期呢 他到底做了什么 一男子深夜入室抢劫 得手后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 警方迅速赶往调查 竟签出一起失踪寻人案件 男子怪异的举动背后有何眼情 两起案件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朱家英法官正在为您讲述 要求报警的解放 八月的一天深夜 在南方沿海某公寓的一楼住户内 男主人杨帆忙碌了一天的生意 此时正和妻子在卧室休息 突然杨帆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迷迷糊糊中他打开了床头灯 结果眼前的一幕 把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瞬间睡意全无 他发现房间里赫然站着一名陌生男子 戴着帽子和口罩 灯光突然亮起 也让那名男子认了一下 他转过头看向了床上的杨帆 杨帆一下子紧张起来 自问男子 你 你怎么在我家里 男子愣愣地看着他也不出声 现场的气氛令人窒息 突然男子用左手把口罩往下一拉 语气淋漓地喊了一声 抢劫 你要多少钱 杨帆问道 只听陌生男子说道 我只要三千元现金 不会伤害你们 没有现金 手机转账也可以 说着 这名男子就用那杨帆床头的手机 杨帆意识到 如果没了手机不能与外界联系 会更加危险 有 我有现金 我现在就找给你 杨帆一边找现金 一边偷偷地观察了男子 注意到男子的右手一直插在上衣口袋里 难道里面装了什么凶器吗 为了分散陌生男子的注意力 杨帆主动挑起了话题 没想到陌生男子有问必答 男子自称今年二十七岁 老家浙江人 因沉迷网络赌博 输了五六十万元钱了 现在他借不了赌 还不了钱 没得救了 同时 他竟然还批评杨帆 说他家在一楼 晚上睡觉 也不关窗 这多不安全 自己就是看到窗户开着 才翻窗进来的 听了陌生男子的话 杨帆有点哭笑不得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唉 你赶紧报警吧 说完就踹着三千元现金 离开了 惊魂未定的杨帆夫妇赶忙报警 民警迅速出警 了解案情后 民警有些惊讶 似乎特别关注杨帆提到的一些信息 年轻男子27岁浙江人网络赌博书钱 紧急着 民警从携带的仪器中 调出了一个身份证信息 问杨帆 你仔细看一下 到你家抢劫的年轻人 跟这个像不像 杨帆疑惑地看了看身份证的信息 年龄 机关 长相 然后惊讶地说道 像 就是这个人 到我家抢劫的 就是他 年龄和机关 也跟他说的一样 不过你们怎么会猜到是他呢 这也太神了吧 警方调出来的身份证信息显示 男子名叫汪源 而报案人杨帆当场指任 这个汪源就是半夜潜入他家抢劫的人 那么警方又是怎么怀疑上汪源的呢 事情还要从警方接到的另一起报案 说起 大约凌晨两点多 一名年轻的女性前来派出所报案 深情很是着急 趁自己的男朋友离家出走了 警察能防帮他找一下 女孩焦急地说道 我俩吵架了 她一生气就跑了出去 为她赌博输钱这事 我们吵得特别厉害 看她出去两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 我就想联系她 一打电话才发现 她根本就没带手机 关键是我在她的手机里发现了这个 手机上有一段文字 毒瘾就像毒瘾 戒不了了 我就是个烂人 可能死了才能解脱吧 年轻女子急得都快哭了 民警一边安慰她 一边让她提供了男朋友的身份信息和照片 确定了她男友姓名叫汪源 年龄27岁 以及具体的相貌特征 又了解了她可能会去的几个地方 几位民警分头查找 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结果 恰巧这时 派出所又接到了杨帆的报案 因为深夜辖区内出现了抢劫案 这是性质严重的刑事犯罪 他们决定先处理杨帆的报警 让年轻的女性自己再找找看 没想到杨帆的报案陈述中提到的 年轻男子二十多岁浙江人赌博书钱 这正是他们为找汪源而问民的关键因素 职业敏感让民警产生了怀疑 经过确认在杨帆家实施抢劫的人 竟然就是他们苦苦寻找 担心会想不开自杀的那个男朋友汪源 既然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事不宜迟 民警决定赶紧实施抓捕 那么问题来了 汪源抢劫后去了哪里呢 民警正准备根据影像追踪汪源的去向 这时候他们又接到了汪源女朋友的电话 称 我的男朋友刚才已经回家了 你们不用再找了 谢谢 真是踏破铁鞋无逆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抢了钱的汪源不但没逃跑 还戏剧性地回了家 警方为了不打草惊蛇 根据汪源女朋友报警时留下的家庭住址 制定抓捕方案 汪源被捕时没有任何反抗 被民警拖下床直接摁倒在地 而他的女朋友显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惊慌不已试图护着他 被戴上手铐的汪源 则连连说道 我知道什么事 我知道什么事 并束手就擒 审讯中 汪源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原来汪源几年前沉溺于网络赌博 前后输掉了三十多万元 含了父母的心 离开浙江来到外地打工后 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 两人感情不错 已在一起近三年 汪源很想从头再来 但还是没能忍住毒瘾 不觉又沉迷了进去 期间 得知汪源交了女朋友 父母曾有心资助她买婚房 但由于多次欠钱影响了真信 汪源无法获得银行贷款再买房 女方父母了解事情后 一直不同意她俩的婚事 为此汪源和女友开始了频繁的争吵 当晚两人再次吵架后 汪源心灰意冷 越想越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 于是有了亲身的念头 并写下一言留下手机离家出走 可是在外面晃荡了两个多小时后 她始终没有自杀的勇气 又心有不甘 路过杨帆家所在的小区时 看到一楼有一户人家 窗户开着 她不仅动了心思 如果能偷点钱 说不定就能还凋息赌债 自己的困境也能有所缓解 于是鬼使神差 她翻窗进入了杨帆家 本来想偷偷地找点职钱的东西 就迅速离开 没想到惊醒了杨帆夫妇 灯光被打开的一瞬间 汪源也闷住了 她内心很紧张 小腿一直在哆嗦着 当男主人问她干什么时 心绪的她脱口出 抢劫 她自己并没有携带任何凶器 也从未想过要伤害任何人 既然被发现了 她就想拿点钱赶紧走人 想着三千元现金金额不多 问题不大 拿到了钱之后 她也冷静了 知道自己做了这样的事情 如果对方报警 自己肯定跑不掉 所以离开时就主动让杨帆报警了 回家路上 汪源花四元钱买了一瓶矿泉水 其余两千九百九十六元 分文未动 回家后 她怕女朋友担心 也没有跟她提起这事 说完这些 汪源表示非常后悔 希望能从轻处罚 就这样 公安机关很快侦查终结 将案件移送检察院 检察院以汪源涉嫌抢劫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这个案件来到了主审法官 陈法官的案头 庭审中 汪源的辩护律师认为 汪源只是为了钱 实施了陆式盗窃 没有携带凶器 也没有伤人的故意 其行为并不构成抢劫罪 而检察院则指控认为 汪源的行为 应定性为入室抢劫 那么汪源的行为 该如何定性呢 这就引出了 本案的法律知识点 入室抢劫 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63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 入户抢劫的 综合分析本案案情 陈法官认为 汪源一开始摸黑翻窗 进入杨帆家 是想趁房主不备 偷盗钱财 被杨帆夫妇发现后 为继续实现其非法 占有钱财的目的 他明确声明 自己是在实施抢劫 对心慌失措的杨帆夫妇 形成了威慑和威胁 并胁迫他们 给付钱财 该行为 已经由入室盗窃 转化为入室抢劫 并且属于抢劫罪的 加重情形 应当从重处罚 法定刑期为 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和死刑 本案中 汪远虽然只抢劫了三千元 听起来金额不大 但抢劫罪的定性和量性 并没有财务数额标准 一旦构成入户抢劫 就是加重情形 刑期就是十年以上 抢劫就意味着 当场使用暴力 胁迫等多种危险举动的可能性 况且 本案还是在卧室 这样一个定性分闭的空间里 最终法院做出一审判决 汪远犯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判决后 汪远认罪扶法 没有上诉 面对即将到来的牢狱之灾 汪远悔不当初 表示自己真的知道错了 希望在狱中 能彻底把毒瘾戒掉 生活中难免遇到挫折和低谷 如何正确面对 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考验 在今天的两个案例中 面对生活的打击 两位主人公都被轻易地打倒了 案例一中的傅松 为了逃避现实 竟然选择了去监狱换个环境 可谓荒唐之急 而案例傲众的汪远 他先试图以亲身的方式 摆脱毒瘾 之后又闯入别人家中 实施抢劫 使生命和法律如儿戏 当十年刑期加深 他才明白代价的沉重 我们常说 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人生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希望傅松和汪远 能在狱中彻底反省 早日开始新的生活 好 真实案例 法官视角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再见 谢家葬在公墓的骨灰盒失窃 六年后才被发现 春节前夕 李家祖坟遭遇灭毒之灾 到底是谁毁了墓地的安宁 墓地遭遇特殊事故 家属如何维权 朱家英法官下期为您讲述 受伤的坟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